哎 你说这个人是人妖吗 我跟你说你在泰国看到所有美女都是人妖 你敢打赌吗 为什么不敢打 你敢问吗 你敢吗 我敢吗 你敢吗 我敢 你问吗 喂 哈喽 我电梯里呢 电梯里有俩二批 如果说这个世界有量子纠缠的话 那么徐朗和王宝绝对是纠缠最紧密的那一对 他们不是朋友 也并非故人 却总能在冥冥之中一起踏上窘途 这是2012年刷新国产票房记录的商业大作 也是直到现在还被人津津乐道的喜剧巅峰 它的成功模式很透明 却难以被之后的国产喜剧复制 毕竟无论在什么年代 能让观众在影院里开怀大笑 才是真正的王道 徐朗是一位致力于新能源开发的科研人员 为了成功 他潜心研究 孜孜以求 终于 在头发掉光之后 推出了即将举世瞩目的科研产品 有罢 将邮箱叫到三分之二 再滴两滴邮罢 邮箱直接满了 毫无疑问 该产品一旦推出市场 徐朗的资产完全可以匹敌杀他首富 和大部分事业有成的男人一样 徐朗也有一个鸡飞狗跳的家庭 因为工作太忙 对家庭疏于照顾 所以老婆提出离婚 不过婚客一离 生意不能丢 此时此刻 徐朗不顾老婆的咄咄相逼 一心只想飞去泰国找大股东老周拿授权书 只有这样 徐朗才可以实现原地报复 迫于无奈 徐朗只好舍弃男人膝下的黄金 但这一幕 正好被老同学高博看见 再好的同学情义 面对地也难逃成为冤家的宿命 对于尤霸的推广 徐朗和同位研发团队的高博产生了分歧 高博主张一次性卖掉 可徐朗希望寻求长线发展 而授权给他们谁 只有泰国的老周说了算 但此时的老周故意夺致两人不见 没办法 徐朗只能派助理联系黑客探查老周的行踪 但由于助理并不专业 因此找到的黑客 也只告诉徐朗一个大概位置 黑客说在泰国清迈 清迈我知道清迈哪里啊 在清迈附近 附近 在一个庙 一个庙 一个庙的地表并不好确认 碍于时间关系 徐朗只能先飞往清迈 在飞机上 徐朗遇到一个非常热情的小伙子王宝 和经营人士徐朗相比 王宝就是个坚守原则的一根筋 然而 就因为王宝的坚守原则 并助理刚刚发来的老周地址 瞬间化为乌有 你这手机型号 干涉无线电波的 你要飞机外掉下来怎么办 为保护乘客安全 王宝叫来空姐 徐朗也淹没在其他乘客的声讨里 就这样 徐朗关了机 并记住了这个惹人闲的黄宝 诶大哥你搞什么的 我是做铜铜饼的 我的微博名叫保护点赋 你有微博啊 咱们是怎样的 王宝去泰国市为了旅游 为此 他还写下了旅游计划 做SPA 骑大象 游泳 拜佛 挑战泰拳高手 种健康树 在曼谷下飞机后 徐朗要立刻转机 可记得这里 冤家陆斩地遇到了高博 一看手机中的病毒 他就知道是高博搞的鬼 于是徐朗灵机一动 他找到王宝 献出了表里不一的真诚 再随便两句客套话送给对方 只会快点摆脱这位麻烦心 而王宝一听就来劲了 这么真诚的朋友 不留个电话怎么行呢 大哥 那你记个电话号吗 电话就不记了 回北京我联系你啊 不是 你不记电话号吗 怎么联系我 记一下吧 行你说吧 你得拿笔记一下 我这号码不好记 我记性好 我记得住你说吧 13拐 9拐 6拐 6拐 1拐 来你背一下 经过一轮磨蹭后 徐朗最终还是成功脱身 迅速和王宝告别 可他人算不如天算 因为堵车 徐朗看到了 令他毕生难忘的画面 徐朗刚扔掉手机 雷美就过来一位青岛贵妇 再加上徐朗把护照落在了出租车上 所以眼下 他急去找一个有护照的保镖同行 不用多问 王宝绝对是个不咋地的选择 王宝一见徐朗离不开自己 干脆搞一个组合 名字就到泰国传奇 徐朗知道这个名字图 但有个免费的工具人摆在这里 只能先勉强接受 因为王宝熟欠 拍了照片 还爱得了比他粉丝多的徐朗 所以他们下趟的酒店也不再是秘密 高伯文寻来到酒店后 有些小企郎进入了徐朗的房间 并在王宝的包里放置了追踪器 此时的两位正在楼下用餐 期间还因为一些冲突 向对面的人妖比出了国际通用手势 回来坐电梯时 他们也遇到了人妖 欲言不通有事也是件好事 最起码在八卦别人时 不用藏着掖着 大二位刚准备回房间 就看见了正在房间出来的高伯 微信快确定高伯的房间号 徐朗让王宝速去查看 王宝跑了 也看到了 就是没看到点上 王宝可以断定 绝对是2207和2209其中的一间房 徐朗为了甩掉高伯 决定让王宝去偷弄的护照 但偷护照这件事必须要师出有名 于是徐朗撒了个毫无善意的谎言 我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 你就不想想为什么 为什么 他要害我 他为什么要害你 因为 我给他戴了绿帽子 你把他给睡了 没办法 谁让他们是泰国传奇呢 为主徐朗免遭被杀 王宝只能选择铤而走险 墨进房间后 他小心谨慎 捏手捏脚 可当高伯出现在王宝面前时 他知道 一切都晚了 Come on 一句Come on 让王宝没了后路 为了不被发现 他只能拿出看家本领 而另一边 徐朗也摸进了这里 只不过 他来的是隔壁 当在大堆情趣内忆中看到对方护照时 徐朗瞬间傻眼 这不就是刚才和自己比手势的男人吗 句话一紧的徐朗巧妙地跑到床下 可他不知道 接下来等待自己的 将是何等的狂轰乱炸 金油落霞 王宝即将展示独家秘制的葱油饼按摩手法 可就是这擀皮儿的功夫 令高伯察觉到不对劲 但即便是发现 也为师玩意 王宝这边全身而退 徐朗则在被发现后 对了个乌眼亲 开始在第二天瞌睡时 还被王宝一直捧着的仙人球扎醒 这就是王宝口中的健康树 他此来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将这树种在寺庙里 在火车上 一位和徐朗闹着玩 王宝把他的U盘弄丢了 这里所记录的地方 就是老周的具体位置 王宝的熊孩子举动 令徐朗冷眼想象 泰国传奇组合即将出现裂痕 可下一秒 俩人的关系又重归于好 因为王宝的质量 贴画和电脑里的坐标一模一样 而这个地方的具体位置 只有王宝知道 你现在可以说话 你知道这是哪儿 我就是要去这个地方 宝宝 你你说你错了 我错了错了错了 帮我中健康树 好 那你说你以后再也不跟人家戴绿帽子 我没有啊 你说不说 虽然旅途都打打闹闹 可两人还是一条心的 徐朗也在王宝的扮要挟之下 帮他完成了清单上的许多任务 在买帽子时 徐朗无意中发现了照片上的位置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为了不让自己的发财梦受阻 徐朗决定远离这个拖油瓶 顺着追踪起 高伯找到了王宝 可王宝也不知道此时的徐朗去了哪儿 哪怕是高伯以利相诱 他还是不知道 不过 王宝还是劝高伯不要往心里去 毕竟 有些事情一个巴掌也拍不响 不过这种事我早就习惯了 你已经习惯了 那就是你老婆有问题 夸我老婆屁事 是你老婆想关于他的 人家那是真爱 什么 不过你放心 我已经让他发过誓了 再也不会给你戴绿帽子 另一边 徐朗往往没想到 自己已经会误入一场走私交易的龙坛虎穴 很明显 此老周非彼老周 同样明显的是 白口莫名的徐朗这次真要凉了 关键时刻 一个黄毛杀戮 搅乱了这群人的节奏 就在王宝指责徐朗的档口 一个怒发冲冠的绿帽也加入了战局 高博愤怒地质问自己被戴绿帽的事 说话间脾气越来越炸 神志也越来越不清 别管扯别人我告诉你 这事咱俩没完 老周呢 我就是 他不是老周 我他妈当然知道他不是老周 他就是老周 你是谁 你他妈管我是谁 你谁啊 你不知道我是谁吗 我他妈管你是谁啊 他谁啊 他就是老周 哎呀他不是老周 哎呀他都说他就是老周 这不是我找的那个老周 那你知道哪个老周 你他妈管我找那个老周啊 反正这个老周肯定不是他们要找的那个老周 但这三个乱入的路人 肯定是要挨揍 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 王宝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别吵了 不就一件绿帽子吗 我妈说了 退一步 海阔天空 然后 然后对方的攻势就更加猛烈了 慌乱中 王宝拿起箱子就跑 他以为这是徐朗的 他从身后穷追不舍的架势来看 事情并非如此 关键时刻 这个箱子落到了另一位猪队友的脚下 而哪怕是面对众人的围攻 高博这种段位的拳手也是丝毫不处 别闹 别闹啊 我打了 来玩 干嘛干嘛 stop 怎么看打人啊 救命啊 高博被围 令徐朗于心不忍 他想回去救 可车却没了油 经历过这一切后 徐朗看淡了很多 为了不连累王宝 他决定和王宝原地分手 那这被油暴污染的健康术 就是两人分手的象征 他就没丢到角落里 独自落泪伤感 这场景是不是很悲 但其实也没有太悲 因为王宝很快又回来了 虽然眼前大雨滂沱 但王宝在哪里 哪里就必然艳阳高照 两人在公路上沿途推车 终于找到了修车的地方 此时还正好赶上 当地的泼水节 玩归玩闹归闹 可不能拿电脑里的 重要文件开玩笑 虽然电脑毁了 可修理工还是拿来了 徐朗想要的 这是一间寺庙 在这里 徐朗将拿到他想要的一切 当地的僧人帮他绘制了 通往寺庙的地图 可却被死里逃争的高博抢走 这次工仇丝绸一块报 当然了 主要还是丝绸 你是我老婆的事 等我拿到手权再说 其实你老婆他 但徐朗不会就此罢休 哪怕是只有一辆垮子车 他也要坚持到底 追上高博后 趁他进商店的功夫 两人溜进了高博的车 车上的油不多了 可架不住咱有油吧 他让王宝滴两滴 油箱虽然满了 可没钥匙也是硬伤 为了得到钥匙 两人只能换个行业试一试 此时的高博正拿电话 质问妻子怀孕一事 由于王宝的话 将他心里生根发芽 他也对自己妻子 这次怀孕产生了疑惑 就在这时 徐朗和王宝乔装成僧人 将一尊佛像塞到高博面前 并偷走了钥匙 所有他们再去报个警 拖住高博 当高博反应过来时 他们早就跑远了 徐朗在前面狂飙 高博在后面猛追 徐朗跑着跑着 突然车体冒烟 原来是王宝刚才滴油吧时 一个不小心直接唆哈了 这直接导致了意外的发生 汽车腾空飞起 他们只能立刻掏钱 骑大象跑路 然而 此时的高博也投出小刀 令徐朗他们 从大象上掉到水里 同样是九死一生 这次的徐朗再也不相信 人间自有真情在 但即便是这样 命运还是无情的 百岁两人在雨林中跌落 王宝一屁股作乱 徐朗你说的空白授权书 这令他再也绷不住了 王宝这一逼都没能拔醒梦中人 最后还是一个下皮 解决了迷途的徐朗 徐朗这边刚需要抱抱 就遭到毒蛇的袭击 说到底 还是王宝一口一口吸出来 才令徐朗有惊无险 这之后 徐朗算是彻底看透人生 所谓名利 不过是过眼云烟 唯有枕边人无微不至的照顾 才是那盏照亮前路的明灯 正想着 王宝哭出了声 他的健康术死了 八成是被油霸所伤 而徐朗也终于证实了油霸的问题 其实 油霸一直是个半成品 只是急功近利的徐朗不愿面对 而现在的徐朗 一心想的就是将油霸项目停掉 不过殊途同归 即便是抱着这个目的 他还是要抢先一步 拿到老周的授权 眼看着虽要抵达目的地 可王宝包里的追踪器和钱 引起了徐朗的怀疑 他严厉质问王宝 虽然王宝无辜 却奈何开不了口 这是第几次的吵架 又是第几次的分手 总而言之 王宝真的伤心了 而让徐朗翻开那本王宝掉落的日记后 一切怀疑烟消云散 他真的只是来这里旅游 种健康术 而种健康术的目的就是为了祈福 让母亲的病能快点好起来 徐朗独自一人来到照片上的目的地 等在这里的不是老周 而是一位泰拳高手 这是高博安排的 他知道 徐朗身边有一个功夫了得的黄毛 所以自己也琢磨了一位 目的就是要拿到授权书 就在这时 徐朗的保镖杀到 在解释金丑和高博关系之后 徐朗和王宝重归于好 此时 一位白衣人士的到来 揭开了授权书的面纱一角 徐朗高博进入纷纷争抢 而王宝也为对面的保镖袭击 通过和泰拳高手的比试能看得出 王宝这继分高下 也觉生死的南派莫加拳确实厉害 不过 始终还是被对面压着打 你死绝招啊 我够不到 第一个 徐朗和高博的对抗也十分惨烈 不过徐朗还是略胜一筹 他猛砸高博的换处后 距离授权书自然就更进一步 可当看到王宝被揍得魂不附体时 徐朗陷入思考 王宝的其中一个愿望还没有达成 那就是记录下 自己挑战泰拳高手的一瞬间 高博虽然拿到了授权书 可他并未获得授权 因为在老周的安排下 授权书必须高博和徐朗一同签字才能生效 高博让徐朗开个条件 徐朗笑而不语 他只顾检地上散落的王宝日记 将日记递给王宝后 徐朗当着高博的面思量的授权书 徐朗留下原地一脸伤感的高博后 就和王宝驱中健康数了 好心的出租车司机将护照送过来 徐朗给妻子打了一个漫长的电话 之后 俩人的关系又重修就好 又过了一个月 徐朗给正在做葱油饼的王宝送上一份大礼 算是一份弥补 满足他曾经的心愿 这时 王宝突然向徐朗提了一件事 上次 徐朗安排王宝去高博房间拿护照 他以为没拿到 其实是拿到了 所以说 现在的高博还在泰国 经历了这么多 他才是最迥的那一个 人在窘都知太窘 由徐峥知道 上于2012年12月12日 正巧 他最终的票房成绩也定格在12亿 相比于现在动辄就几十亿的票房成绩 该片的票房含金量其实更高 他的出现 刷新了当年国产电影的历史票房记录 也开启了徐峥 王宝强 黄渤 成为票房保证的时代 泰宗的成功 自然是归功于导演徐峥对于喜剧品质的严格要求 一部超过90分钟的长篇电影 不是靠简单的喜剧包袱堆积就能成功的 他要与剧情框架为依托 让喜剧元素跟随剧情自然萌发 这很不容易 需要精密的衔接设计 不然 这就只是一处由段子拼奏成的春晚小品 而泰宗团队完成的很好 不娇柔 不刻意 算是喜剧片中非常出色的存在了 该片的成功 还更要归于三位主演的精彩演绎 徐峥擅长扮演精英群体 而这部作品 是他既仍在窘毒后的又一高光尝试 闷骚尖刻 画中带刺 正是这一群体的戏剧印象 徐峥将该列人群状态拿捏的恰到好处 又不惹人生厌 而黄渤的表演与他有所不同 在片中 黄渤主打的是腹黑伟娘款 虽然和他之间诠释的角色有很大不同 但他也拿捏精准 令人捧腹 可以说 正是高博这一角色的引入 应该并于人在窘毒的双凶模式之下 又加入了一个惊喜的意外因素 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 他才是那根脚屎棍 有了他的存在 这一出出笑料才更为鲜活 更为饱满 而黄渤强更是太宗里不可缺少的灵魂 他和许正一生一憨的经典组合 延续了人在窘毒的老配置 说王宝强是窘戏灵魂绝不为过 因为影片里几乎所有笑脸 都是围绕他所展开的 出灯场的那一头金发 表明了他不着边际的属性 在飞机上三番五次添堵 则念念了他那渐渐的人设 他就像一张有嘲讽的牌印 要摆在你面前 打上去你手疼 不打你又会被他折磨 那打不过我还不至于跑不过吧 哼哼 那你跑之前还得记下 他那动来拐去的电话号码 其实在看过了这么多部 王宝强主演的电影后 观众们应该不难发现 他是一位极努力 聪慧于一生的天才型演员 坦白讲 王宝强的系路不算太宽 但他却极度聪明 树先生让我看到了 天才的另一种可能 剩下他所参演的大多数角色 骨子里都散发着 傻哥这一角色的标签属性 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 人在窘通的牛梗 太久里的王宝 唐人街探案里的唐人 都是以傻哥的底色作为依托 来绽放演技的光芒 这里傻里傻气的角色 其实很难演 装傻充愣对演员来说不难 难得是让观众不厌烦 以至于幸福 王宝强做到了 用不做作的演技折服观众 从而令观众产生了 王宝强自身本色出演的错觉 这仰赖于王宝强本人的草根出身 也归功于他后天的勤苦努力 可以这么说 很多演员演傻 都是在装傻 装讨厌 而王宝强演傻 却是独属于他的一份喜剧表现力 普通演员和他的区别就在于 前者是个不断犯傻 让人讨厌的熊孩子 而后者虽然也不断给剧情添堵 但他是个受人们喜爱的开心果 这也是明星和演员的区别 一目时影 与你 共赏经典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